我们有几段爆炸的影片 你现在所看到是我们收到最新的画面 这个时间有没有 2022 10月10号 礼拜一 对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基辅的一个 爆炸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现场 那因为它是一个多点的爆炸 不只是在基辅而已 这基辅的市区 大家看到没有 车辆 广场的中央 那还有这个建筑物的部分都起火 这个内部在起火也很明显 那个整个农烟冒出来 基辅看起来他们的一些社会机制 还是维持着 比方说有消防人员等等 这些值得镜头 都是民众用手机拍下来的 消防车来了 有没有 到处都是一个这个战争的一个场景 农烟避天 还有有人刚好拍到 监视区刚好拍到了 这个爆炸的一些影像 那这个场景都要大家看了 触目惊心 这个桥几乎是被炸断了 因为有很多的多点 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地方 大家不是太明确在哪里 因为这个爆炸刚刚发生 而且此刻也还在进行当中 但是很明确的首都基辅 还有泽伦斯基的办公室附近 遭到了这个攻击 那死伤的人数 此刻还在统计当中 那当然现在全世界 这个西方国家都在谴责俄罗斯 谴责普丁的复仇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然之间的